白色虚线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白色虚线在双向行驶的行车干道上 用于划分两个行驶方向 允许在超车时暂时使用对向方向的车道 允许在安全情况下掉头 如果没有其他的禁止标志 允许向左转 在单向行驶的行车干道上 用于划分车道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La strischa bianca discontinua in figura consente in caso si voglia surpassare di occupare momentaneamente la tracorsia di marcia 图中的白色虚线在要超车时 可以暂时占用另外一条车道 这题正确 La strischa bianca discontinua in figura consente di circulare stando a cavallo di essa 图中的白色虚线允许压线行驶 这题错误 虚线也不能压线行驶 La strischa bianca discontinua in figura si trova in vicinanza di tutti i passaggi a livello 图中的白色虚线 可以在所有的平面铁路交叉路口附近找到 这题错误 不会出现在平面铁路交叉口附近 La strischa bianca discontinua in figura divide la strada in due carregiate ogni una a doppio senso 图中的白色虚线把道路分为两条行车干道 每条行车干道双向行驶 这题错误 图中的白色虚线划分的是车道 而不是行车干道 La strischa bianca discontinua in figura si trova solo nelle strade ad senso único 图中的白色虚线 只能在单向行驶的道路上找到 这题错误 在双向行驶道路也会找到 Strischa della strada 道路上的线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行车干道中间的线将行车干道分为两条车道 如果是虚线则可以超越 如果是实线就不能超越 在没有别的禁止标志 如弯道坡路时 可以在不越过实线的情况下超车 不允许压线行驶 不允许掉头转向 在双向行驶的道路上会出现在危险附近 例如在坡路路段或人行横道和自行车横道附近 第二部分立题讲解 如果没有禁止的理由 则允许在不越过道路中间的实线的情况下超车 这题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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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的双十线不可以超越 图中的双十线不可以超越 不过可以压着它行驶 这题错误 不能压线行驶 图中的双十线可以用一些钉子或反光镜代替 相距间隔五十厘米 这题错误 只有十线才可以用钉子来代替 图中的中间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超车 这题错误 如果没有被禁止的原因 如在坡道或弯道上禁止超车 图中的中间线可以在不超越实线的情况下 在同一车道内进行超车 Doppia Strichia Continua 双十线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在双向行驶的道路 双十线用来划分行驶方向 永远不能超越双十线 不允许掉头转向和向左转 没有别的禁止标志时 允许在不超越双十线的情况下进行超车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Doppia Strichia Continua in Figura Permette il Sol Passo Se Consentito Senza Superarla 图中的双十线在不超越它的时候允许超车 这题正确 Doppia Strichia Continua in Figura Si Può Trovare Ai Bordi Della Strada Per Segnare Immagini Tujong的双十线可以在道路边缘找到 Hua Chu道路的边界线 Zeti错误 双十线只会在道路中间出现 边界线是只有一条白色十线 La Doppia Strichia Continua in Figura Indica Che Si Può Viaggiare Per Fire Parallelle Tujong的双十线只是了 Key Binh Pai Sing Si Zeti错误 Tujong的双十线把道路分开两个方向的车道 Bin不表示Key Binh Pai Sing Si La Doppia Strichia Continua in Figura Indica il punto in cui i conducenti Si debbono arrestare Per la presenza di segnare di Stop Tujong的双十线 Zai出现 Stop的标志时 Gia Si Yuan必须停下来 Zeti错误 双十线不会出现 Stop的标志 Zi有一条虚线的时候 Zai会有 Stop的标志 Strichia Cuve Discontinua 弯曲的虚线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路口处的导向线是不连续的白色弯曲虚线 用来正确向左转避免占用反向车道 按规定当出现在交叉口的中心时 在左转时要把道路中心点留在自己的右侧 而在右转时要把道路中心点留在自己的左侧 它们由白色虚线组成 因此允许车辆越线行驶 比如继续执行 第二部分立体讲解 Le striche di guida in figura di norma si trovano dove la suota a sinistra si effettua lasciando alla nostra destra il centro dell'incrocio 途中的导形线 按规定在左转时 道路的中心点 会留在我们的右侧 这题正确 Le striche di guida in figura debono essere lasciate alla sinistra del vehiculo 图中的导形线 当车辆要右转的时候 必须永远留在车辆的右边 这题错误 当车辆要右转时 导形线应该留在车辆的左边 Le striche di guida in figura non possono essere superate dai vehiculi che proseguono dritto 图中的导形线 车辆不能越线执行 这题错误 车辆允许越过图式的导形线 继续执行 Frecce Direzionari 方向箭头 第一部分主题讲解 图中的箭头会画在车道内 指示多个方向的预选车道 有时也会在地面画有 可以到达的目的地的名称 驾驶员可以在车道 还是虚线的时候 选择行驶方向 如果是实现 则不可以再变道 只能跟随箭头 所指示的方向行驶 第二部分 立体讲解 图中的方向箭头表示 必须按照指示的方向行驶 如果是实现的时候 这题正确 Le frecce direzionari in figura obbliggiano 选择行驶 选择行驶 即使是虚线的时候 这题错误 如果车道还是虚线的时候 允许改变行驶方向 图中的方向箭头允许在实现时改变车道 这题错误 实现时不能改变车道 只能按照指示的方向行驶 好的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课程 欢迎大家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想了解更多意大利资讯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比0